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 鸳鸯了 我们这边叫 哇 咱鸳鸯啊 就是 这个盒粉跟米粉 两个 都是白色嘛 加起来就是 叫鸳鸯了 这个做法其实就是跟我之前那些 江南米粉还有那个 卤质 炒盒粉 是一样的了 就只不过是 这个米粉的 做法就有点不同了 等下这个米粉呢 就会拿去蒸水了 蒸的水过后就要拿上来了 然后晾干水就可以开个油锅拿去炸了 材料就是 但是我都是以蔬菜为主啦 蔬菜菇类啊 红果菠 有一点那个 头头菇跟那个 酥的海鲜豆腐 来提提味了 我们素食者通常都是 蔬菜啊 菇类为主的啦 那现在就来做这个 米粉啦 我这边就准备了 一点的水啊 那这这个米粉就是 这样子 一下 就好上来了 给它吸一点水就可以了 待一会大概15到20分钟 它就会软化的了 我们就可以开个油锅去炸了 就是这么简单了 这个时候可以去做其他东西了 看过来这边我们先来开个油锅 然后 看未来这个米粉 这个米粉 已经软了看到吗 它又不是完全是那种 吸收到很多水的那种软 总的它就是软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两份 来炸了 如果是油锅过大的话就可以吃过炸完了了 我这边就分两次啦 这样子 看到吗 就这样子 我们看未来这个油锅这边 今天我又用了这个 生铁锅 等下炒的话会比较好炒一点 应该可以的啦 已经油锅已经猫烟了 来试过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了 这个加上来 看到吗 就这样子别来炸了 成型了 如果米粉 你没有拿去蒸水的话 直接拿来炸的话 它就 碰上来的了 就碰上来就脆脆 那个时候那种炸法就是 可以拿去放那个粥啊 或者我们做那个 芋头啊 芋头那个 佛伯 佛伯飘香里面的那个 啊就是这样子啦 直接拿去炸的那个 就没有 就没有吸收到水分 啊 就 以此类推啦 这个也同样 也是这样子啦 弄不住下去 就是这样简单啦 就是这样简单啦 如果 不要拿来炸的话 就 就放少少油 就慢慢的煎啦 那个就 也蛮烤功夫啊那个 那个就是 香底米粉啊 我们这边 广东话叫 那个就现在是很少地方可以吃得到啦 那下次有机会有时间的话 我再 做一次给大家看 因为那个 要炒这个 要很讲耐心的那个 那个香底米粉 这个就快了 直接放油炸就是了 把油 倒过去 这个时候我们来 炒这个 果条 这个果条我就拿来分两次来炒了 因为这个锅比较小 因为这个锅比较小 就把那个锅烧热啦 看到 已经冒烟了 这个时候 可以放下去炒了 用筷子就比较好炒啦 因为家里的火就不是很大啦 可以慢慢炒不用怕 加点油下去 不用说怎样 快炒啦 炒和粉其实 要用那些生铁锅 或者用那手铁锅来炒会比较好炒啦 就 没有那么粘锅 如果是用那个 白钢锅的话 它白钢锅只是中间受热嘛 你旁边这边 它不热的话 它就会粘完 那个 那个果条的啦 你看嘛 这些生铁锅呢 你旁边它都不会粘锅 看到吗 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炒它啦 给它 有那个 锅器啊 我们叫 wokpay啊 好 就给它煎 不用怕它 焦底啦 因为它呢 我们这边家里的火也不是说怎样大 就可以放一点黑酱油下去 调一调色啦 给它有点颜色 好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不用那么简单啦 又或者可以 滴几滴那个 酱油下去 给它有点 那个 咸味啊 给它吃起来就 没有那么的 淡嘛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上啦 好 好了 先上一盘 再来炒 第二盘 炒 再把我开大 同样 放油 把它整个锅都可以沾到油油了 等它炒起来就好炒了 好 好 这种生铁锅就给它 热有一点就不用紧了 好 可以下炒 可以走 吃着呢 但是吃的 肚子 虽ка 煮 很可怕 香 帽子 肚子 最澄 Aside 入 holiday 炒果条 就是要讲功夫 不要炒到它全部断 架上来还可以整条长长的 功夫在这边 用筷子来炒就 比较安全 还有油也是要多点 炒果条 要多它才香的 这个绝对是 成功的过期 再放一点黑浆油下去 就可以了 一点就好了 哇 那个香味都走出来了 好了 熄火 再上盘 可以了 好了现在 先来分这个 米粉跟和粉 这个鸳鸯 好 好了现在我们来煮那个 汁了 好了我们来 煮汁了 放一点油 我来包这个 姜片 把这个姜片 倒向一下了 好 然后这些猴头菇 就炒一下 好 好 炒开大点 这个酱油 我喜欢把酱油 包酱一下 然后高汤 刚才没有讲到 高汤就是一大碗 然后清水 也是一大碗 就先来调味了 我就酥蚝油 酥蚝油 酥蚝油 我放这样子 一汤匙 这样子一勺 盐 这样子 一汤匙 盖上盖子 比较快滚了 好了滚了 哇大滚了 全部都放下去了 这些酥的海鲜豆腐啊 还有这些菜 我先放这个 全部一起放了 水开始滚了 我这边就准备了 有 三大汤匙的那个 玉树竹粉啊 今天 就是那些姜粉 生粉之类的 现在我们来勾签 有看到 今天的汁会 比较黑吗 因为刚才我炒了那个盒粉 就有放点那个黑酱油 然后就直接又用回这个锅 就没有洗过 所以他 煮出来的那个汤匙 会比较黑啊 看到吗 我们分几十来虾了 这边就差不多 三到四汤匙的那个姜粉是ok的 差不多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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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用这个 生铁锅他就 滚的会比较快啊 因为他几乎是整个锅他都瘦了 差不多可以了 如果要吃浓一点的就可以再调浓一点 再加多一点 好了 今天我也是不放蛋了 那如果有吃蛋的朋友就可以放一粒鸡蛋下去 在他大滚的时候 铺的蛋上去哦 然后马上就熄火 然后推推他 那个鸡蛋就很漂亮的了 就这么简单了 好了可以上盘了 好了上盘了 这又是这么简单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了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当我有影片上载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觉得好的话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素食就是这么简单 感恩有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哇哦 还有那个青辣椒哦 还有那个小辣椒 好吃啊 好吃 今天吃什么 果条 果条米粉啊 鸳鸯啊 鸳鸯啊 一点 没有吃到 蛤 还没有吃到 哈哈哈哈 耍鼻气啊 这个 跟他讲拜拜啦 拜拜 拜拜 我是 你好吗 哈哈 我是